为了捕捉猎物 先不打草金蛇 突然伸出爪子狩猎 填饱肚子延续生命 本来就是动物甜性 却有媒体用这段猎食画面 把石虎和凶猛画上等号 事后连议员呱急都看不下去 PO出新闻画面痛批 台湾石虎保育协会 连书粉专也分享一张石虎黑白照 再用石虎的立场发声 强调面对人类毫无招架之力 而且不会乱咬人 文莫标记石虎数量估计 只有两千只的四分之一 只有听过人吃石虎 没听过石虎咬人 石虎当然是不会咬人 它就会避开 人类活动频繁的地方 它会咬老鼠和会咬鸡 都是比较小型的哺乳类动物 因为高雄要引进猫熊 就有媒体疑似为了捧猫熊 出现打压台湾石虎的报道 但过去 有动物园曾上演人雄大战 黑鹰男子和猫熊 在草地上扭打成一块 被120公斤的猫熊压住身上 甚至有人被咬伤 照片中猫熊狠狠咬住男子的腿 导致男子左腿严重到韧带和神经断裂 石虎过去出现在新闻上 不是被车撞飞 就是像这样为了觅食 被困在捕兽笼中 石虎数量全台只剩约500只 动物本来就有兽性 只是没想到 因为猫熊要到高雄 就被人拿来狠批凶猛 据攻击性难怪引起公分 三级新闻蔡云罗顶杰 没来报道